你好,我是蓉蓉 今天在这里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今天中午参加我们药神打险的一个感受 所以到现在我还处于一个非常激动和喜悦的状态 因为今天参加药神打险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 最开始我是闭上双眼 用三眼和师傅在连接的时候 当我坐在凳子上也是盘着腿和师傅连接的时候 当时师傅一下就出现在我的三眼里 我整个身心的能量真的是瞬间从海底轮移植到顶轮 一下子就冲上去了 更为神奇的就是 当时师傅有一个手印给我们打险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手印里喷出了各式各样的这种金色的莲花 就是像我就是一面的就是扑洒过来 而且我的整个身体的细胞当时就会像小蚂蚁一样 就是整个身心身体是麻的 而且感觉整个身体都是被 就是被瞬间的这个重启 而且这个细胞就是完完全全的 就像之前是一个就是吸水海绵的那种感觉 就整个细胞就一下子被吸 就吸到能量了像吸到水一样一下子就是这样张开了 当时就是整个身体都感觉是 这种膨胀起来的这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奇妙 而且就是在那个 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我的左边的乳腺 一直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乳腺炎嘛 所以一直在恢复中 但是当时我就感觉我整个这个乳腺啊 整个这个腹部都是在跳动 跳动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是我自己都能感觉它那个跳动的 好像就是就感觉从我那个衣服都有震动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明显 特别特别的神奇 而且另外一个更神奇的就是 我自己在就是打写后 我自己在做这个一个祭祀的时候 其实我原本开始只想说 做一个就是唱颂名字的一个祭祀 当我就是把卡耍完的时候 这巧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语音电话 就是我当时本来想 就是要截图一下那个我们的刷卡码 结果来语音电话 但是我扫了一眼 后来我就就又接了电话 就忘记截图了 但是接完那个电话以后 我就好像印象中 就想不起我的那个码到底是多少了 我说那我重新再刷一个吧 结果就是在刷的这个时刻 我的满脑子就是刚刚的金色莲花 就是喷洒而来 我说不行不行 我必须要找一下 为什么会有会有莲花呢 结果我一看到我们就是药神达仙里边 第三项写的就是金莲花 我当时觉得好神奇 原来这就是师傅给我的提示 我说必须做这个 我就觉得瞬间就是在点提交的那一刹那 就是大脑就提示 今天你必须要做这个 所以我当时就做完了这个金莲花的这个祭祀 哇就觉得好喜悦 就觉得好神奇呀 做完的时候在我提交 更神奇的就是我提交的那一刹那 出现了那个出现了刷卡码的那个瞬间 我大脑一下想起了我之前的那个刷卡码 就是我都觉得真的真的太神奇了 就太喜悦了 真的就是师傅太太太爱太爱我们了 我真的是就觉得好好喜悦好开心 所以我今天也是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 还有我刚刚小小的经历 神奇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谢谢